嗨,我是志成 大家好,我是耳機快捷 你好,我是陳明宇 你好,我是耳機 你們這一次DFC做的主題是什麼? 關於有機有機 關於有機方面 那時候怎麼會想要做這個方向? 因為現在很多人 大家幾乎都是用農藥來解決那個 重症的問題 對大家的身體也都不是很健康 然後對環境也會有影響 所以希望可以藉此活動 希望可以改變一些問題 你們目前做的成果有哪些? 我們拜訪完了,然後宣傳單做完了,然後再做 OK,好,好像都有照計劃進行 那拜訪的過程怎麼樣? 嗯,了解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可以說說看嗎? 嗯,他的名字的由來 名字的由來,是哪一家店? 就,就介紹他 所以他介紹了他的名字 還有就是有機認證 嗯,就是原本都是由政府在進行這個認證 但是因為全台的那麼酷太多了 對 所以還有一些就是民間的機構也會就是有幫忙認證 也可以做認證的動作 對 OK,所以你們更了解什麼叫有機認證 嗯,可能跟,因為你們一開始有想要申請那個圖章嘛 幫商店家申請 我現在應該可以知道一些管道 就除了政府之外 那訪問完店家之後,你們會還做了哪些? 還做了哪些動作? 對 我們就是從那個訪問裡面找到的關鍵字 關鍵字 就做成了一張海報 嗯哼,關鍵字有哪些? 自然農跟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 OK 那可以說一下你的網頁嗎? 我們就是大概介紹了一下 有機對環境的一些好處 嗯 然後跟那個壞處 OK 好處、壞處 然後想透過傳單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 那你們覺得做到現在 你們對這個活動的心得是什麼? 一開始在做問卷的時候 嗯 有時候會想不出到底該問哪些問題 嗯 然後就是不知道 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去敘述這個問題 才可以讓大家去了解我們想要知道的東西 問 很好 然後在做網站的時候 也是很難去找到就是 重點 就是資料的重點 嗯 好,關鍵 嗯 就是 一開始就是在訪問的時候 就是 有些 問題就是沒有聽得很清楚 嗯 就是 就會 想要再 跟他 就再請他 重複一遍 然後 就讓我 了解了更多 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嗯 嗯 就是 在做宣傳單 就是 有時候就會 不知道要來上這些什麼 讓 就是 更容易讓大家了解 嗯哼 那不知道的時候 你們會怎麼 怎麼解決 就是 上查 就是 看一些別人做的 一些 宣傳的 嗯 OK 很好 那一婷 就是 有一些活動我們原本講起來 好像很簡單 只是做的時候其實很難 對 對 例如你們一開始 像 宣傳單 我就走很久 對 那好像就 畫一張紙就可以拔出去了 可是花了很多時間齁 對 可以很好 謝謝